明镜与点点栏目 9月26号凌晨12点前的一分钟 嘉诚又回到这个熟悉的角落 这个他已经占领了101个晚上的角落 要占领这个角落 嘉诚需要的不是爱和和平 而是一个双牛之宝 美国抢销书freakonomics 的作者杜伯立认为 双牛之宝是人类历史上最抵食的食物 区区9元一个包 就可以提供390个卡路里 23克蛋白质 19克脂肪 人体每日所需7%的纤维 20%的钙 但是嘉诚认为 杜伯立只是说出这个包10%的价值 对嘉诚来说 这个包最抵食的地方 不是他的营养价值 而是帮他省回每晚住宿 车费 一个月最少几千元的支出 嘉诚不是武功翻 他公司是尖沙咀 他公司是尖沙咀 连卖老师五个人 是一个月租九千元 实用面积百四尺的劏房办公室 一起工作 他的日常个人用品 都放在他的三尺高的柜桶里面 嘉诚也不是没有家 他家在粉领北 住了爸爸妈妈夜夜妈妈四个人 等着政府发展东北来收楼 他小时候玩开的寂寞模型玩具 仍然收藏在他三尺阔的床下底 嘉诚月入七千 给完家用已经锁剩无几 与其每日周居勞顿来往公司和家 他宁愿留在这里 借宿一笑 嘉诚随身只有一个背囊 装着几件衣服和够人清洁用品 早上他会带着背囊 去到康文处的体育馆洗凉换衣 而这一刻 这个背囊就成为他的枕头 明亮的灯光 明亮的冷气 食物的气味 草草的音乐 旁人的圈花 小时候在墨记和同学 一起庆祝生日的亲切回忆 伴随着嘉诚进入梦乡 当然 嘉诚发了个噩梦 去年冬天一个夜晚 一个男人在墨记 无端端被人用菜刀劏颈 嘉诚一直心有余悔 这种非来环祸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在他身上 但是嘉诚始终觉得 宁愿无万分之一 被人劏颈的危险 怎样都好过租劏房 百分之百肯定被业主劏到一颈血 嘉诚曾经都有考虑过租住床位寓所 床位寓所是政府改的名字 其实就是龙屋 龙屋月租随时过千 但是夏天日头随时有四十几度 龙屋变成精龙 很有可能 香港发明床位寓所的人 当初是受雀容啟發 公园 天马公园这里绿草余茵 面向维港 风凉水冷 真是很适合在这里露营 但是 根据游乐场地规例 公园是不可以露营 为者可被罚款两千分和监禁两星期 其他公园 长凳是只能够坐不可以睡 除非你懂得熟骨工 天桥隧道 地区二元宁愿用二百五十万绿化天桥底 即是用铁网封气桥底 放水泥花草 石钟 鵝卵石 总之 就是不想人进去休息 但是 不让人进去 又为什么要绿化呢 嘉诚不寄望议员或政府 可以为他做什么 其实只要偶然 可以吃到那个女孩留下的 半包微温的薯条 嘉诚已经心满意足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